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槽点特别多 但是无从下口的感觉呢 确实 但我也确实感觉温迪和胡桃散发这种 就是彼此应该会莫名地对上颠簸 有很多奇妙的话题的氛围 哎呀 毕竟都是思维很天马行空的孩子嘛 对对对对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那么我们就请两位配音演员稍微分享一下 各自在配音时候对角色的理解和心得吧 我忘记自我介绍 导播这里弄一个剪辑点 待会我会把自我介绍解到前面啊 一二三 那么我们就来一个天马行空的自我介绍吧 Hola 这是秋秋人打招呼用的话哦 问我学这个干嘛 哎呀 为了创作 知识面当然越广越好啊 大家好 我是为银游诗人温迪配音的喵匠 哇 震惊 明明问迪的猫过敏 为它配音的人居然就是喵匠 你在说什么 这么恶明的是猫 不是喵匠 就是喵匠 就是喵匠 你为什么要听嗓子 天气海阔浩月凌空 此情此景正适合作诗一首 大家好 我是为小象派暗黑打游诗人 兼网声堂堂主胡桃配音的陶碟 嗯 旅途中的收获 大家好 我是为女旅行者赢配音的燕妮 也可以叫我包包 耶 我 我一直想知道 你对我工作的评价 是 普通宝箱的等级 还是 华丽宝箱的等级 没 没关系的 我的心里 能承受得住 大家好 我是为甘雨还有秦配音的林素素素 当然了 本期这个黎月雅吉呢 由于我的存在被 临时改名为黎月 雅吉啊 我觉得至少也是电影看的程度 嗯 那我谢谢你的认可啊 好了 自我介绍之后呢 我们就先请两位配音演员稍微分享一下 各自在配音时对角色的理解和心得吧 嗯 嗯 那我先来吧 好 嗯 配温迪的时候呢 因为她是个男孩子嘛 然后也是少年的形象嘛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喵叫我 是一个女孩子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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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大家对我的认知 那可温迪不一样 对不对 好像听到了一句废话 我就是想说啊 这个就是要我进行一个跨性别的演绎 所以最开始的配音的几次啊 每次配之前都要找一下这个声线 要寻找一下那个微妙的度啊 有的时候呢就会像喵将本将就不算心 所以当时就有了一个称号 叫做薛定谔的温迪 然后后来配的比较多啦 然后也对温迪更加了解 就是比较好进入这个跨性别的状态 嗯 然后我个人觉得的话 温迪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平时在摸鱼 但是该出手的时候 还是就出手的一个角色 就是看着有点第二两当 但是呢 内心对万事万物都非常的清楚 而且总是会用一些看着非常有趣啊 其实是胡来 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的人 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大智若鱼 什么鱼 哪个鱼 那关键最后啊都还给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大智若鱼嘛 大家都懂的啊 这样的性格我还是挺喜欢的 所以配音的时候呢 也会分成比较两种 不一样的状态 一种是智者 一种是鱼 不是那个摸鱼的鱼 就是那个啥 呵呵的那个鱼啦 就是只有七秒钟记忆的鱼 懂了 懂了 然后我最开始配的时候 因为并不是很清楚它具体的故事嘛 我就总觉得它是一个高人 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有趣的人 有趣的男人 高情商发言 但最后我发现 又回来了 它确实是一个高人 还有就是它的个人性 其实我是挺喜欢的 对吧 就是在这样的性格啊 就是大智若鱼这样的性格背后 隐藏它其实是对 智友最珍贵的友谊 然后变成了智友的模样嘛 然后代替它完成了自由的梦想 虽然这个并不是 跟温迪平时摸鱼的借口 对啊 就是这个一个字 这个字是友谊 友谊 对啊 友谊 并不是上线了 那我的话呢 就是我的第一感受就是 哇这个人的衣服好好看呀 好呀 好呀 而且我觉得胡桃就是那种 古灵精怪 然后阴森可爱的那种感觉 而且虽然它很多时候 它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的话是带着很浓的 那种稚气的感觉 但是我相信喜欢胡桃的小伙伴 应该都不难发现 它其实内心还是挺成熟 然后也很坚强的 不过就是这些东西 都没有办法掩盖它 其实与生俱来的那种 孩童的那种心智 是心性吧 心性对对对 所以 孩童的心智 那是 那是解决 那是他心智是正常的 所以这两点是共存的 对 因为成熟我觉得是 他所经历的很多事情 给他带来的 然后 而那种逍遥快活 就是他天生的 就是天性 所以这一切 他都都笑纳了 然后胡桃还是那种 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 审美和情绪 确实 插实 对 插实 说是那种 就自己才能听得懂的笑话 还有打有诗 然后作者 别人可能都不太理解 但是自己非常非常 就是坚持 并且信仰着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 就感觉有点那种 电波系的感觉 就和胡桃对上电波 就会特别特别喜欢它 比如我 然后我觉得那个叫什么 就是胡桃的那首 就是太阳出来我晒太阳 那首歌真的是属于点心之谜 是的 对 而且这首歌 就是当时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就是遇到了 就是当时只是括号 然后说需要唱出来 这样自由发挥 然后不知道该唱什么 对 后来就是 是谁 是外面那个人 是那个吧 就是 对 就现在外面坐着坐着那个 那个录音师 你看他表情 好像我们欠了他很多钱 对对对 然后然后他就说 他就跑过来 就是问了一句 他说 你们是想要民谣的感觉 还是要那种山歌的感觉 突然的感觉 对 然后然后就 我们就觉得 还是应该在 用山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 就给我们写了 这样一个旋律 对 所以 公普可莫 对 好名 我要给大家 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在那个 录音棚 第四喜欢的 录音师 他把我的胸围给尽了 我们那个 神里线的 最后的那个亨歌 我跟龙哥的那个亨歌 也是 也是他录的 就也是他指导的 而且那个 胡堂主很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他虽然表面上 总是拿生和死来开玩笑 但是他其实对待生死 是非常非常严肃和认真的 就是他其实看得很通透 也非常的尊重生命 尊重死亡 尊重仪式 我觉得他之所以很多时候 表现的比较 不重视和不元素的样子 是因为他内心对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 非常的豁达的 而且他希望能够 向别人传递这份豁达 希望别人也不要去畏惧 不要去庇护 庇护 庇讳生和死的话题 而是直面这件事情 正确地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 没错 这个节目越来越多 配音也原来分享自己 对角色的了解和喜爱了 可喜可贺呀 我本人呢 其实也很愿意去听别人的 处力放出 这种 大家和我一起在喜欢着他 会和我一起注意到 他的小故事 小细节的感觉 就特别棒了 希望呢 我们的分享 也能给屏幕前的你这种感觉 好那么 我开始了哈 开始了 本节目是由元神赞助 由我 林素主持 和元神角色的配音演员们 一起探索提瓦特大陆的乐趣 以及和各位旅行者 交流聊天的 自由广播节目 超自由 今天呢 我们也同样为嘉宾量身 打造了两个小小的游戏环节 那么 大家就准备好零食和快乐水 我们一起来一场 离乐雅集 胡桃的鬼话 关于网生堂的生意 你也别光听钟离讲那些大道理 更别说咱们晚上出门的时候 他基本都不参与 还冠冕堂皇的说什么健康作息 所以想了解网生堂的话 还得听我胡桃给你威威道来 在那之前 不先了解一下新的优惠吗 你一下单 我立刻开讲 哎呀 这个钟离怎么不好好工作的呢 老年人 还要早睡早起 健康作息 老年人获悉 你说 那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以普遍理性而论 早睡早起 健康作息 确实是值得倡导的呀 对不对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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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环节呢 胡桃会和大家分享一些 奇闻意识 也是和钟离有关的 这个好 我总感觉胡桃这个角色 有的时候很神秘 怎么说呢 就是他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 和他背地里面 实际上暗粗粗在做的 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吧 就有点那种 触摸不透的感觉 哎呀 这个不像温迪 表面上他在摸鱼 对不对 在摸鱼是吧 偶尔偶尔 给风神点面子嘛 相信他对不对 关键时刻也是很帅气 是的 是的 那么就有请胡桃出来 给我们讲故事吧 多数人 好的好的 那你们先喝一会儿快乐水 我去叫他 来了来了 想本堂主了吗 嗯 你问钟离呀 哎 有的时候就连本堂主都找不到他 咱们往生堂的宜官 一般非公式不外出 不过钟离也并非往生堂宜官了 我见他见多识广 且熟知各种礼仪 所以请他来帮忙筹备 请先点仪等事宜 偶尔也会外出采购些物品 毕竟他总能挑选出品质最上层的 不过 按照往生堂的祖训 咱们这门永不敞开 有需要的人可以自己过来 取下门前的木牌 写好地点塞进门缝里 在夜里 往生堂就会拿到木牌开始筹备工作 就这木牌 钟离竟想用品质最高的雀杀木重置 本堂主天天在外寻求商机 不惜推出各种优惠 哪能这般铺帐浪费 不过说来也奇怪 钟离带人接物都十分讲究礼节 所以大家也都很看重他的意见 在推荐好物时也容易被人接受 当我对大客人的时候也很礼貌啊 在介绍优惠时也考虑得十分周到了 可是为什么他们反而更怕我了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是因为胡桃礼貌起来有点 吓人 吓人 哪里吓人了 难道他们将来不会成为客人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啦 若要我说 往生堂的工作既不困难也不可怕 只是麻烦而已 一般咱们会在夜里一起出门 宜瓜们会用长枪敲打着手上的道具 而我呢 则会看心情高声附施一手 可不是我自卖自夸 寻求你认识吧 飞云商会二少爷 我的打游师可是得到了他的认可呢 如果有灵蝶听到这些声音 就会飞遍黎月港 把所有人家的门户都关上 再吹熄灯火 在灵蝶的指引下 咱们一眼就能认出 投过木牌的人家啦 这时候的黎月港啊 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要是此时不小心出门 惊扰了灵蝶 就会被附身 而且被吸干精气 到什么程度 当你只要出现在重云周围 十步以内 就会飞天的程度 哎呀 不用担心 有本堂主在 灵蝶也好 哪路的妖邪也罢 都休想伤及我人民的一分一毫 不过 你也得自己注意 咱们办事时 前去敲门可是很急的 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但平时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 不然 后果自负哦 看到我头上的梅花了吗 这惹眼的梅花可来头不小 它不雕不败 红润丰满 如同早春出生 这是因为 我被神明庇佑 梅花才能不衰不败 怎么样 厉害吧 不仅如此 每天都会有无数的人来求我这朵梅花的庇护 但本堂主怎么可能会给吗 这梅花 可是能一命抵一命的神物 梅花避开三朵 一朵为了人命取下 必有一朵 因为人命重开 那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一命换一命 来求梅花怎么办 有着觉悟的人 那还需要什么梅花呀 如果是甘雨这种达官贵人 想要手下的性命交换 威胁逼迫呢 我只是一个秘书了 这还不直接保惯 喂 千元君 你看过我战斗时的身姿吗 没想到没想到这可是我的秘传枪法 为什么胡桃有时明明没有苦战 却会虚弱得这么快 对 咱们网上堂的宜官平日里打交道的那可不是一般的生物 所以咱们一般不与他们硬碰硬的纠缠 而是始终和敌人保持着回旋的余地 并且会在武器上附上各种毒术 刺破肌肤就会毒发 不过这些毒起初只会限制行动并不致死 以免哪个宜官脑子一抽 擦枪把自己给擦到 也就是说 胡桃是因为战斗时被自己擦到 所以才虚弱得比较快吗 天机不可陷露 你可别问我了 这个故事怎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失误 得回去再重新打磨打磨 胡桃这个人 怎么说起话来半真半假的不 我觉得几乎没有真的吧 好可爱呀 我愿意被他屁 听他讲故事真的好有趣 而且我觉得 如果胡桃和温迪能见上一面的话 感觉 温迪的事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全新的素材 我觉得全新的素材 他俩的那种形式风格还挺 对的对的 唯一可惜的 就是好像只有一个点 就是没有能听到 刚才那几段里面都没有胡桃引以为傲的打游诗呀 等着 我把他抓回来唱一首 来来来来 1 2 3 4 5 出山找客户 客户找不到 只有史莱姆 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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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师哥传唱的游者吧 有了 我想把你写进新歌里 等到勇者救出了命运之人 我会第一时间 让全大陆传唱这首歌谣 这个环节呢 Wendy老师开课啦 即上次风花节时 教我们写情书之后 这次要教我们写诗篇啦 好嘞 诗篇好 虽然我们上次都没学 哎呀我看了脚本啊 哪有教我们呢 这个完全就是让我们自学 然后直接考试 挪考 对对对 不可以黑风声啊 连自学的时间都没有好吧 是挪考是吧 对 是Wendy做出来的事 我接受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样的考试 我就感觉有点慌 那就请Wendy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每个人呢都可以是诗中传颂的勇者 每个勇者都可以去写属于自己的诗篇 这都是只属于你的故事 我能教你的 只有尽情的自由发挥吧 开玩笑的 我会给你们一些要求与提示 让你们在创作诗篇的时候 有迹可循 那么加油释放自己的才华吧 看吧 他好像说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确实 那我来帮他补充一下规则吧 总的来说呢 就是一个故事接龙 不过呢 就和Wendy说的一样 会有一些要求 我们现场呢 会有一个头子 每一轮接龙前呢 都要投头子 投子的点数呢 会对应一种题材 分别是 严谨 恐怖 童话 热血 还有科幻 喜剧 我们需要根据自己 投到的题材 来接龙这个故事 难道呢 确实 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接龙嘛 不就是瞎写嘛 瞎写就完事了 罗亚 这不重要的 这里还给了一个开篇 可以用于续写 那么直接开始试试看吧 我先把开篇念出来啊 主角苏醒后 没有遇到派蒙 一路迷迷糊糊来到了蒙德 路上没有遇到什么行人 更没有任何怪物 连蒙德城内都空无一人 提瓦特大陆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主角又会遇到 什么样的角色与事件 就等待你来创作咯 那么我们谁先开始呢 就要顺时针 那就是你了 请 主角来吧 毕竟您是主角 那我来吧 您就是那个 醒来之后没有遇到派蒙的主角 派蒙我希望你 一 言行 二 言行 是主角和派蒙的爱情故事 他没有遇到派蒙 首先是这个提瓦特大陆没有人 然后后面可以出现人啊 你可以编啊对不对 然后呢 遇到派蒙啊 就是反正那个主角 先去了那个提瓦特大陆 然后提瓦特大陆 为什么没有人呢 其实是因为隔壁李月搞了开业大酬兵 所以提瓦特大陆的人都去那边参加购物节日了 然后能这么说吗 然后这是因为外外外城的人过去的话是买一赠一的 所以大家纷纷带上了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过去了 然后主角一人 主角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海报海报快快快 贴在城墙内巨大的那种红绿色的海报 就这种色差 就 吸引了他主角的目光 吸引了主角的目光 然后主角就跟着他的那个地图一路往李月走 然后路边遇到了一个 谁呢 我跟你讲 如果是我 老宋 我已经 你还脑都说要跟我说 我带情 我带情了 我带情了 我们主角这个世界观普及到现在 会了 哪怕只有一句话对吧 比如说海报掉下来的瞬间有一只手给你 拿到了 不就是我带情了吗 拖着我边的你跟他边一个 没关系我可以就是借着 然后那个主角走在那个路上 那个突然被头顶上的那个日落果砸到了 杂到的瞬间他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个女仆 然后女仆问他说 就反正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言情的故事 好 下一位 啊 这言情的故事 你清醒一点 瞬时针是这么转的 我是下一位 这个主角一直醒一直昏 还好惨 三是什么 上回书说到 上回说到什么 主角遇到了一个女仆 你后面那句话简直就是废话 发生了一个言词故事 我把这个砍掉 遇到了一个女仆 然后呢 女仆呢 拿出了一个日落果 跟他说 刚才你就是被这个果子砸到了 现在呢 你可以对他许三个愿望 然后呢 对 然后呢 主角就是先许了第一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 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亲人 这个愿望真真是 好奇吧 第二个愿望呢 是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都能够幸福美满 然后要到第三个愿望了 主角就想起了自己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 每次许愿的时候呢 要留第三个愿望说 请你再给我三个愿望 好 于是 他就对女仆说 请你再给我三个愿望 好 下一个 哇 好远啊 好远啊 来 六 六 哇 每次都不一样 太好了 喜剧 喜剧 好难 我觉得我们说的一直是喜剧 也是没错 这个时候 主角就说出了说我要再许三个愿望 那个女仆 你现在的表情真的很喜剧 我觉得女仆怎么才能喜剧啊 女仆 不是 什么 是一个笑话 nadzieję 这个笑话真的好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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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在想什么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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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还好 太牛了 确实 又不一样 太好了 接上回书说到 这个笑话真好笑 我要想一下 这个笑话真好笑 真好笑 真好笑 好笑 恭喜 结束了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女仆就 露出了那种 阴郁的表情说 你确定你要 许这样的故事 许这样的愿望吗 你确定不许一个 更加伟大的愿望吗 然后她就突然变身 成了胡桃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好像说来一杯 来一杯嘛 有回大仇兵 恐怖故事有了 还有 还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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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有了 这个 真的 这搞得像事先安排好的事 对 然后胡桃说来一杯嘛 然后主角站起来说 好啊来一杯就来一杯 然后掏出了自己的大剑 来一杯让我们来一杯 然后两个人静止冲向对方 大概就这样的故事 我发现了我们的故事题材都是由每个人讲话的方式来讲 对 我发现了 不 我发现了 那天 太可怕了 正当两个人打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的时候 天上突然射下了一道金光 然后主角非常开心地转头去看 哇 出金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通体金色 长得非常离奇 像一个油墩子的UFO飞了下来 从上面走下来一个更金的 更金光闪闪的 长得像史莱姆一样的人 但她竟然还会说话 走下来以后说 来吧 被命运选中的人 接下来就邀请你跟我一起 去到下一个星球了 太可怀了 我只能可以解释了 然后就知道你还要去走是吗 就到下个星球了是吗 那问你啊 看你眼睛 四 四 四 又热血了 然后这个时候主角和女仆 同时看向对方 然后再一起看向那个外星人 那头就拜 下一个星球 不是 他们现在正好三个人 然后 他们说请在座的各位大爷吃头 于是他们那头就拜 听行了三节饮热血了 天啊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树上又掉下了一棵 落日国 日落国 日落国 也是他们一人啃了一口 日落国 叫自己 日落国原三节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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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还要继续了 都节饮了 是不是结束了 希望是个童话结尾 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个科幻结尾 是个科幻结尾 然后他们就 每个人手上 拿着啃了一口的日落国 就登上了那个金色的传说 可以向了外太空 去到了下一个星球 好了科幻 然后想要听到遥远的外太空 传来一声说 日落国要饭 对不起 对呀 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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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结束了 结束了 我们的故事真的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怎么会那么完美呢 真烦心 哎呀 这两个有趣的角色 带来的环节都很有趣呢 我们真是四个有趣的人 对 我们各自能量节目 不太意思了 劳力劳动过多了 对 我说 我觉得经过这一期的小剧场 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我 也更喜欢她 而且她 我觉得是有更多 没有被挖掘的小故事的 所以大家冲啊 冲啊 冲啊 各位故事是什么 言情恐怖 那问题也是啊 我还挺期待这个后续 会不会有 后续会不会有七神的对手戏啊 或许 应该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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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时候 温迪或许会表现出 非常不一样的一面呢 好伤哦 好伤哦 我也很期待哦 现在的温迪 其实 现在的温迪和那个钟离 还有雷电将军 都互相有对彼此的语音了耶 嗯 那如果说见面的话 应该会很有意思 嗯 血泪沟洞地灰 哈哈哈哈 好 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陪伴 谢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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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